大家新闻看多了 或者是自己本身也有经验了 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呢 比较不容易受骗了 但是呢 没想到曾经担任过高雄市政府 这位财政局前局长 而且还顶着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的博士学位 要学业有学位 要专业有专业 竟然被诈骗集团盯上手 还是被骗了 我们说常常接到这个电话 讲说什么你儿子在我手里啊 你孙子在我手里啊 旁边就有电话 哇在那边哭啊 说爸爸赶快来救我 这一听就很假 你就知道是假的 问题是这次呢 胆徒骗他说 你儿子在美国扯上了黑帮纠纷啊 还要付多少钱来解决啊 好了 这下呢 才让他付了一万块美金之后 才发现不对 赶快报警 懊恼得很 财务部分大概有六亿两千八百万 将其预算态度超专业 穿衬衫打领带 接受专访 他是高雄市府财政局前局长雷仲达 而此处在美国洛杉矶 雷仲达自己也顶着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历 经历更是洋洋洒洒 没想到居然会鬼迷心窍 成为诈骗集团受害者 让雷仲达直呼 爱子心切 真的很受伤 财政局前局长雷仲达 接到逮脱诈骗电话之后呢 赶快去领了三十万元的台币 一万块钱的美金 付款之后发现怪怪的 赶快来这里报警 警方和之前雷仲达在高雄的老同事 都不敢相信 干练又专业的他 居然就这样被骗走了 一万块钱美金 三十万台币 而且是迅速领钱 完全没犹豫就付款 他则大喊 天下父母心 就子心切 实在是一时不查 报案是希望别再有民众被骗 尤其心急之下 可别像他一样 慌了手脚 主任新闻刘世伟 陈漫威 台北采访报道